這是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商品鑑定團 那今天是千元有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介紹的是刀子 有可能未來百元有找 五十元有找 十元有找 都有可能 但因為今天刀子的千元有找 你要磨的話這把刀很好 這把刀是不是適合你 很簡單 當你握到那一瞬間 刀也會找人喔 你握到那一瞬間就覺得 這把是我的刀 因為每個人常常會講喔 就是 比如說刀具怎麼挑選或幹嘛 那其實刀具挑選很多啦 那 但要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要切些水果啦 或者今天你要去露營啦 甚至說你今天 廚藝本來就不是特別 特別在意的人 突然覺得好像有興趣要學廚 那我建議就先不要買太貴的刀 那今天的這個刀子有三把 這三把基本上 都屬於西餐刀 這把可能造型稍微不太一樣 先不講 這兩把就是西餐刀 也是我們所說的牛刀 那 這些刀子咧 有一個共同點 所以你要拿來剁肉 基本上就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任何一把刀 它既然要立它前面這個地方 它一定要 薄 薄 薄的話你在切的時候才好切 剁的話一定要厚 那薄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在切的時候 我可能一剁骨頭 它就起鋼了 有可能 你不要說不可能 那現在的刀子 基本上都是不鏽鋼刀居多 早期我在學徒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生鐵刀 生鐵刀的缺點是很容易生鏽 但是生鐵刀的優點是它磨得很快就可以磨得很利 因為它比較軟 那不鏽鋼刀它會比較 它會比較不好磨 相對的是它的硬度比較有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差異性在哪邊 這把刀基本上拿到手了 你看它可以明明看到這個地方是薄的 所以相對它就是輕 這把刀的優點在哪邊便宜 再來它的優點在於說它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地方 你可以明明看到它這個樣子長這樣子 有時候你在切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邊來切啦 好比是這樣切 或者說你要斷筋的時候會這樣有沒有 比如說肉你要斷筋可以這樣斷 這是這把刀的優點 但它的缺點也是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沒有任何的保護作用 所以有時候你在切東西 它比方硬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切東西 我很常這樣的時候 就這樣切對不對 你就要這樣 然後壓 它一壓的時候你沒有握好 它一滑倒 你手扣在這邊 你這邊皮就掉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刀子 像這邊做了很多防護 這就沒有問題 這就沒有問題 這也是 這也是做了防護 這就沒有問題 那但是 這兩把刀相對的也有一個缺點 是這把刀的優點 你要磨的話 這把刀很好磨 從這邊到這邊 都不會有任何阻礙 但這個你這邊磨不到 我們一般是用磨刀石 但你如果說是用那種 刷刷刷可能還可以 但這邊 有人會講 我不用刷刷刷 這把刷刷刷 這邊用不到 那有時候你可能會用到 那當然 因人而異 但以安全性來說 這兩把刀的安全性 是比這把刀來的好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刀子的時候 我希望那個 你有時候看我們在拿刀的時候會這樣 就是要求一個平衡感 然後刀子要有一點重量 為什麼 當你在切東西的時候 那個重量就會順著讓你的刀 刀往下的時候是垂直下去的 有時候刀 輕 你切的時候 它又不夠力 你就會用力 你用力有可能會這樣用力 吹下去有沒有 這樣 那你這樣可能就不要容易切到手 有沒有 所以它有點重量 好比說 不要說 切肉 切菜 那你這樣切的話 如果沒有重量的話 它有時候呢 切的時候 你還要再施加重量下去 它就比較不容易有 這樣子 但我真的聊不是說你刀工不好喔 沒有這個意思喔 我的意思說 有時候可能會這樣 這樣切 我會常切到手啊 這拿到什麼刀工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來看重量好了 133克 它就是偏比較輕 那你等於想說 我是女生啊 我們那拿比較輕 也行 但我說真的 你是女生拿這把 你也不會覺得太重 因為刀子你還是 而且說真的 一把好的刀 你拿到手的時候 說真的 這把刀是不是適合你 很簡單 當你握到那一瞬間 刀也會找人喔 你握到那一瞬間就覺得 這把是我的刀 有人說原本的 你一握就知道了 但你說 如果說 我不知道 你就多握幾把 你就會突然 有一把你很喜歡 現在在賣菜刀 除非你是網購 你沒有辦法去 親手去買 但我會建議 如果你要買菜刀 百貨公司有在賣嘛 一次排開 十幾二十把 你就一把一把拿 對不對 你相處 當你拿著 這不適合我 一看 價錢嚇一通 可能這把最貴 也有可能 對不對 這沒辦法 所以這個你握到說 這個是 這個刀還不錯 好像不太適合我 或是你握到這把 覺得不錯 你把它放著 味到另外一把 你覺得 原來這把是適合的 好不好 好 那現在目前便宜的這把 它的優點是在這邊 缺點我也跟大家講 那就這把來說 就造型來說 說真的它還不錯 然後以平衡感來說 它是屬於 頭重 這邊我們講頭 腳輕 這把 是頭輕腳重 所以這把拿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重量 它有點偏 往前 那最好的話是怎樣 是中間左右 往前一點點 這是最舒服 對我來說 是最舒服 但有人也喜歡這種 但 它的好處是在那邊 頭重你在切的時候 它真的會比較省力 我們在切那個中式菜刀 你不要告訴我有什麼頭輕腳重 前面那麼大一片 永遠都是頭重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 比如說你現在切的時候 你的刀工是這樣 這對你來說就很輕鬆 這把的 長相也好 或者是它的功 我覺得也都還不錯 最好多少錢 600 619 619不錯啊 這是哪一邊做的 澳洲 對啊 我覺得這把就不錯了 手感也好 我們先看這把的重量 202 你看它厚度兩把一筆 就知道它的厚度 不一樣 對不對 然後在磨的時候 除了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一把 這邊比較不好磨出來 但它是安全性是有的 所以不用擔心 這把 可以耶 對啊 那唯獨在磨的時候 你可以看 刀子 我拍得到拍不到 你可以看到刀子上面 其實除了這把刀的刀柄之外 最上面那邊還有一個 將近0.1公分左右一個 有一個 霧狀的東西 那個就是什麼 就像你看刀子的時候 你現在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怎樣 它是 它不是這個樣子 它是這樣 這邊這個部分 就是什麼 就是它霧狀的部分 刀子這樣 但你磨的時候 像我們 你拿到這把刀 你如果說你今天是個Pro 你今天是個 你知道 用刀子在 在 微生的人 討生活的人 我說的是做菜喔 你不要拿刀 討別的生活喔 對啊 我講錯了 你要 對 對 你拿到手的第一件事 你磨的時候 你就要把 這邊我剛說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要把 這邊這個角 等於是霧狀這個地方 要把它磨成這樣 你未來就很好磨 隨便磨兩下 你刀就立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剛開始我記得我在學校 念書的時候 一拿到一把 第一把刀的時候 我們光是磨我們的刀 磨了一個下午 為了就是要把這個 我說的這個角度 因為這個角度是這樣的 它現在是這樣嘛 對不對 好啦 是這樣好了 對不對 有一點尖尖 你現在很好切 但是慢慢慢慢這邊 刀就不立了 不立的時候你再磨 你沒有把這兩個角度磨掉 它只會越磨越這樣 所以它不會立 所以你一定要把 這邊這兩個角度 就是我們現在看起來的 這邊的兩個角度 要把它磨掉 所以你說看起來 不是 它不是裝模作樣喔 不是夾鬼夾鬼 你有時候看人家磨一磨 會這樣 也不知道 你真的假鬼假的 沒有 它是看 那個角度是不是有 不行 這樣有壓力 對 對 你要看這個角度 它到底磨的什麼 它越立越好 但是當你把這兩邊磨掉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點喔 那把刀 真的就是拿來騙東西 拿來切東西 你不要剁東西 甚至它磨到裡面 薄到什麼程度 稍微這樣 碰一下 它就 起鋼了 但你不用擔心 不鏽鋼刀比較不會 但不鏽鋼刀 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磨到 我剛剛說要把這個兩個角度磨掉 它是需要花時間的 好不好 喔 然後再來這把 這把就屬於很妙 這把就是 頭輕腳重的 我們先看這把的重量 你看 209公克 差不多 但是很有趣的是 如果當你拿到手的 第一件事情 這把刀你看 我現在 一般我們拿是這樣拿嘛 刀子是這樣拿嘛 對不對 有人還會這樣拿 也有人這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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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但一般正常我們是拿像這樣 所以你這個中指的地方 勾的地方 你看我現在這樣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這邊扣住 我如果沒有扣住 它是往前的 所以前面重後面輕 那這把 它就是不會過去了 所以它是前面輕後面重 所以 這把的重量來說 我個人喜歡 還是喜歡 要麼重心是在中間 不然就偏稍微前面一點 那這個的話 重心有點太後面 它太後面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提 就是你在切的時候 可能會有 還要再施加力氣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樣 那不然就是像這個 有沒有 你要用的話 你可以拿後面一點 它就變成頭重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它現在這邊是平的對不對 這個還沒有很明顯 這個照理的時候 很多人在做這個的時候 這邊還會再多出來一點點 那個就是你要 拿的時候 你可以拿後面的時候 在剁東西的時候用 這個勾住 但是這個還沒有到勾啦 如果說有的話 這邊會更明顯的 那個就勾住 你會 在切的時候會 更有 更好使啦 那這邊 輕啦 這個就是應該 如果說你要騙 比較薄的東西啦 或是騙比較 仔細的東西 實測 實測一下是不是 這個說真的啦 實測現在每一把都很好切啦 唯獨就是輕 跟重而已 像現在有沒有 紅蘿蔔很明顯 像現在目前還沒有濕力喔 因為 你有發現我切得很薄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切這麼薄 那對這把刀來說是沒有差異的 對不對 但如果我今天切是這麼厚 這麼厚的時候 你在切的時候 你就明顯 就要失點力了 而且你的濕力不是刀子本身給你的重量 而是 你自己要 手要往下切的這個力道 先用這樣子 兩隻手指頭 利不利 它一定利啦 心刀一定利啦 它就是輕輕的這樣 但我說真的你說 我們在切很多東西不是這樣切 很多東西是降血啊 對不對 所以是降血 你就要額外再施力下去 對不對 這刀 這個比較利 這就是 那你會感覺到它有重量 它有 這個的那比起來 這個的重量又比它來得多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 那個前後動的那個滑順感就更好了 這個 有沒有 你就是 基本上 因為它有重量 你今天劃過去它就斷了 有沒有 還是回到原點啦 這把刀 到底是不是屬於你的刀 麻煩去握了你就知道 那 那手 手一拿到 你就會知道哪個手感是好的 大概就這樣子啦 那因為今天跟大家介紹 跟大家介紹的是西餐刀 未來有機會也可以跟大家再介紹 比如說中餐刀 或是日本刀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真的 如果那個時間 跑一趟刀具行 你拿到那個感覺 正常的 突然拿到這一把 我相信 如果你去買刀 只有這三把 你這樣前後拿的時候 你會選中間這一把 因為這一把你一握到 就覺得是屬於你的刀 你去找金錢 那一把你一握到 可以給你的刀